2023年第17届云林国际农业机械继资财展 今天在湖北高铁特区盛大登场 一连三天举行活动 今年还新增了动静态展示区 呈现了新式农机各项机能展示功能 一共来自国内外厂商超过420家 将近1000个摊位 堪称是全台最大的农业盛市 云林最大农业盛市第17届国际农业机械继资财展 2023号盛大登场 县长张立善带领各单位贵宾一同举行开幕仪式 321全起动 各式新型的大型农机具一字排开 今年展出内容包括最先进新型的农机具 设备设施以及建设机具等产品外 今年更新增设了动态操作区 有无人机各种知会农机实地操演呈现 能让农民更了解农机性能 来自海内外大概有420家的厂商 可以说是全台最大最专业 而且最具规模的一个农机展 另外随着AI时代的来临 以及为了让农业永续经营发展 电动农机也是今年展览的重点 为了进行排放 那推动这些电动化的农机 也把电动农机的补助比例 由一般农机的三分之一提高到二分之一 现场除了各式农机具展示外 还有优质的农特产品 去年的农机展参观人数超过50万人 突破6亿元业绩 希望今年能够吸引更多国内外买家 朝着目标10亿元买进 借降林家民 郭振义 云林报道